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所发起的第三次 参加玫瑰花车游行众筹的活动 已经在4月26日晚上11点结束了 总共募款1亿1267万5000日元 当众筹来到了最后4天 总额才接近7000万日元 距离目标1亿日元 还差3000万日元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推出了三个新的组合方案 来感谢大家的众筹 主要是发行 限量版的2025年 玫瑰花车游行摘要影片 影片中也有吹奏乐部成员 对大家的留言搭配 制服图案限量版徽章 会员图案限量版徽章 新方案推出后马上获得回响 原本疲软的众筹活动重新活跃了 金额也开始动了起来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也表示我们已经收到很多申请 非常感谢国内外许多人的支持 与留言鼓励 我们衷心感谢所有人的热情 我们将尽可能派出更多的成员 一起继续竭尽全力 向世界传递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的音乐和微笑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众筹最后第三天 更是令人惊喜 请继续锁定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众筹最终第三日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京都局高校吹奏涅 过аты før家项佳